我是熱血公民的Joey巴 我們今天就特地來到灣仔的警察總部擺街站 目的就是要宣傳反對成立獄警罪這個議題 因為今天是警察的其中一個招募日 所以我們就特地在這個招募中心外面去做的宣傳 主要希望從來有意投考警察的年輕人 讓他們知道我們為何要成立獄警罪 是希望告訴他們在於警察來說 根本就不需要有這條獄警罪來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因為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香港現在在法律上 法律上已經有集警罪和這個阻差辦公這兩條條例 來去保護他們當他們執募時候的人身安全 而且在旺遊雨傘革命周烏到早輪的一些威行動裏面 其實已經出現警方很多濫暴的情況 出之去到法庭的時候由法庭裁決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證據不足 甚至乎是有一些很不專業的警務人員提供的證供或者資料是不盡不實 有一些甚至乎是未過堂之前 控方就已經叫做正式撤少控訴 理由就是證據不足 所以你很清楚看得到 其實尤其是當共產黨正式上台 由梁振英這個共產黨黨員所組成的這個港共政權 在他們那個執政的情況底下 我們已經見到現在我們香港的執法機構 香港警察很大程度已經成為了共產黨的其中一個政治工具 當然你不出聲的時候就會覺得 我生活的香港都好像沒甚麼分別 但是其實你看真些 當你對這個政府有反對的聲音 對這個政府有意見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不同的幫法 來去打壓這些反對的聲音 無論是說現在在這條街上 經常擺一些街站說要成立獄警罪那些土共組織 那些什麼愛港之聲 其實很早的時間就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去打壓一些對政府有意見的團體 那所以如果當香港警察或者叫香港政府真正正成立了獄警罪的話 其實變了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我們的言論自由是那個空間是會被收窄得很厲害 你試想一下如果我在這條街上見到有一個警察執法不公的時候 我在旁邊馬上投訴 他就可以用這條這麼荒謬的獄警罪來去誤告我 正正如果這條獄警罪真正成立了的話 我們以後香港人要發出一些反對政府或者反對叫到一些不公義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用這條罪名來以言入罪 到其次就是說你們香港人想投訴的權利都沒有 所以為了保障我們香港人本身的言論自由 我們是絕對不可以被這條獄警罪成立得到 而且本身香港警察他們是受過很專業的訓練 他們應該是很有能力去控制他們的情緒 而不是好像一些建制派一些 梁美芬這些那麼沒有水平的議員 會跟他們說你們只不過是 他們我們香港很多警察都只不過是中學畢業啊 很容易會受到挑釁啊 而他們又是帶著一些攻擊性的武器啊 當他們情緒失控的時候 就可能會讓一些慘劇出現了 其實這些建制派為了要成立這些那麼荒謬的法例 基本上是可以說歪理進出 還有也都很老實講 香港現在的警察要給這些土共李詩嫣啊 所謂的什麼勝義聯盟啊 那些什麼愛港之聲來去支持 而我已經覺得是一件非常大的侮辱來的 對於香港警察來講 然後你看回現在的立法會裡面 這些建制派這麼沒有準平的議員 都已經可以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來去要求政府成立辱警罪 這個又是另外 對香港警察另外一個極大的侮辱 試想一下 他們本身已經受過一段時間的專業訓練 我又真的不是很相信 那些警察被人罵幾句 就已經會馬上失控到 拔槍出來 雖然 在雨傘到現在來講 我們也都見過很多不專業的警員 被人罵他們執法不公的時候 我們就情緒心控到 拿那些警案出來亂拋人 所以大家也都要對這一幫 對這一幫身懷著 一些致命武器的警員 是要很小心 但是其實想說他們本身 這一份工是負責執法和保護香港市民 我剛才已經講過 本身已經有法例去保障他們 執勤時候的人身安全 是絕對不需要再成立一條辱警罪 那個目的是為甚麼 保護他們的弱小心靈 一幫本身他們的職責 是要維持香港的法律 負責執法 他們是不應該淪落到 好像一幫群腳仔那樣 連被人罵一下 被人罵一下 的時候 就會 需要成立一條這樣的辱警罪 來去保護他們這樣的弱小心靈 那好老實講 一件 他們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他們就應該要回入學廠 再注求更加多的訓練 而不是要求香港政府 去成立一條這麼荒謬的辱警罪 來去保護他們的弱小心靈 所以 而我們反對辱警罪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保障我們香港人 最基本的反對權利 如果 這一個 作為一個市民 最基本最基本的反對權利都沒有 有這條辱警罪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事無忌憚地去打壓我們的言論自由 打壓我們最基本的權利的時候 香港 可以告訴你 就正正式式 成為共產黨 這個專頑的 政權管治底下的一個 監獄 就再不是我們 從小到大 一向以來所認識的一個 有言論自由 有反對自由的地方 那 希望大家 要多點留意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不想 香港 正式成為一個 專頑政權管治底下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多點留意 成立辱警罪這個議題 我們以許公民的立場 就是反對成立辱警罪 反對成立辱警罪 打動港共政權 反對成立辱警罪 打動港共政權 打動港共政權 好 謝謝